其实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 你 你 你的事 你又要被治疗了 你该走了 隋医生 兜兜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也知道这个病 我们都在努力 还有你 伊达拉凤一定要定期注射 不能耽误 无论我怎样试图不要去想 可这就是我的未来啊 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这 她不会是药 城长 这花是买给你的 都是你喜欢的 江南 我有事跟你说 我打算明天搬走 城长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 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和包大人一起去找 我是觉得 你之前 绯闻风波都已经平息了 我们的合约再继续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放心 你的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上去了 许多诚 我承认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是因为那份合约 但是现在那份合约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不要再去想那份合约了 还有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 还钱的事情了 其实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 许多诚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骗我的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我喜欢你 但是 只是歌迷对歌手的喜欢 并不是现实中的你 我们一点都不合适 你 也许多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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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江南 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不能陪你翻越山川 见证星途 洗手以后的人生 对不起 你起了 你在我门口待了一夜 我不敢回房去睡 怕你收拾东西 悄悄地走 别这样 我想了一个晚上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还需要磨合 我愿意为你改变 你不用为我改变 我真的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喂 包大人 诚诚 老江在吗 他电话没人接 你跟他在一起呢吗 你等一下 是包大人 喂 疗养院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不接都给我打过来了 疗养院的地址被爆出来了 现在一堆记者组在疗养院门口想采访 你赶紧过去看看 知道了 我要先去趟疗养院 是不是阿姨出事了 你在家等我回来 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现阶段对你妈妈很关键 她偶尔可以认人了 如果再受刺激 会前功尽弃 要不先给她换个环境吧 医生 我妈之前跟我说过 她想回老家 您觉得可行吗 当然可以啊 新的环境 最好是她熟悉的环境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这段时间也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董事长 志琳最近在忙什么呀 展总最近常让涛涛去疗养院 什么 把她给我叫来 展总下午就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 你没说 现在给我备车 是 董事长 我 谁 是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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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你来这里干吗 还嫌害我埋海的不够惨吗 你还嫌网上闹得不够热闹吗 好 我也是刚知道消息 他很好 你不用担心 可以走 我能远远地看她一眼吗 不必了 请回吧 蒋南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我一直努力想缓和我们两家之间的矛盾 我想这对你妈妈也是有好处的 你不用说了 这么多年 我妈连我都不认识 更不要说还会不会记得你 所以你做的一切都只是徒劳 只会增加你我之间的痛苦 那 能把这束花带给你妈妈吗